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时光音乐会二走心选曲加神仙阵容 两大因素奠定了这是一档不可多得的优质音宗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废镜头 只有时光音乐人的高光明场面 而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迎来了梁勇气专场 劳魔周身的造型显得既阳光又帅气 拼色毛衣搭配卡其色长裤 不论驾驭什么样的服装 都能被他穿出不同的感觉 梁勇气就更亮眼了 一身粉红色西服少女感爆棚 今年是他做歌手的第27年 35张专辑 300多首歌曲 实力丝毫不逊色于其他香港歌手 率先演唱了97年发表的短发该曲目的影响力丝毫不逊 色于胆小鬼还曾荣登过央视的CCTV15音乐频道 别看只是一首流行 可翻唱难度极高 在这之前 只有张亮影在殷宗节目中翻唱过一次 但还是未能超过原唱梁勇气 因为他唱不出原曲中的异境 时隔25年 再一次重新演绎 开口就让人陶醉 勾起了很多歌迷的青春回忆 难怪会被网友称之为是催泪经典 听完之后确实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表演完后 节目组还特意把梁勇气当年在台湾参加的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的名场面放了出来 与往期节目一样 通过梁勇气的代表作 一起走进彼此的音乐时光 并解锁梁勇气人生中五个不同的角色 选区方面 周深向来都很优秀 仅在前几期节目中就挖掘了多少月谈一株 这次之所以选择花火主要是因为在阿渡主场时 选区十分纠结 因为任何一首都不适合由周深来演唱 这次轮到梁勇气时 没想到又有了新的烦恼 因为每首曲目都在她的舒适的音区内 一番纠结后 还是选择了火花给出的理由十分走心 直言一直都很想承受住所有人对她的期待 于是就不停地切换各种风格 挑战未知领域 聊到这句在舞台上 如果我再也唱不了高音 再也不能像恩帝一样嘶吼 如果只是静静地唱一首歌 下面的观众如果还愿意为我鼓掌 愿意成为我的海岸的话 我希望可以唱花火 看似很简单的一句发言 却戳中了很多歌迷生米的泪点 但目中无数歌迷都在表示 不论深深演唱什么样的曲目 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值得一提的是花火都出自梁勇气的笔下 前奏一响 瞬间就把观众带入到了音乐会现场 不同于往期节目 周深一开口就唱哭了无数歌迷 天籁之音令人不禁想起了周深出道以来 经历过的那些风风雨雨 尽管早已是官媒眼中的宠儿了 但仍有营销号喜欢断章取义 给他贴上各种负面标签 但周深始终没有把打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一次又一次打脸了那些吐槽过他的营销号 某种层面来说火花呈现出来的效果 跟在天赐的声音三中的玫瑰少年一样 每句歌词都唱进了歌迷的心凤里 天赐全程闭眼 沉浸式享受 又一次被周深的教科书士唱功征服 反观梁永奇 激动的心情易于言表 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和我一样 感觉这首火花太短了 或许这就是周深散发出来的魅力 无论演唱什么风格的曲目 歌迷总是听不够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视觉盛宴 节目播出之后 光是周深的solo舞台 演技率就一页破译 可见周深的影响力有多强大了 24岁的周深 正式发表了金曲大鱼这首歌 让更多人认识了他 专辑深的深堪称经典 承载了很多生理的独家记忆 为了创造出更多的话题热度 湖南台想出了各种高招 用粤语完成你话我猜 这种游戏对田振来说一点都不友好 轮到周深时 挑战的是演唱会安可的壁面 第一首很多人都说周深讲的是塑料粤语 其实不然 相比陈丽诺 周深的粤语发音已经很标准了 起码梁勇琪一听就能猜到是哪首歌曲 一系列爆笑举动 笑喷全场嘉宾 用时1分4秒 已经很不错了 孙悦更逗 还拉住周深跟自己一起情景表演 一句话不说 只有肢体动作来表达 好在有周深及时救场 不然孙悦一期节目下来都很难完成这个挑战 用时2分4秒 八度逆风翻盘 用时1分27秒 只在周深的后面 相较而言 胡夏更像是手语笔花 喜爱度排行榜中 狼魔周深热度断层第一 梁勇琪紧随其后 田阵第三 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在这期节目中的表演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下期节目中的表演 两个月 下期节目中的表演 火商動画开词 下期节目中的表演